那我会受很多东西影响 就像你会常看一些东西都会改变一些想法一样 那我会经常看一些时装周的街拍 然后每年都会去时装周 其实我会经常因为是个很感性的人 我会经常被一个画面或者说一张照片改变 就是我会经常受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其实现在的我我觉得跟以前的我相比会更简单 然后更舒适 更就是我觉得舒服很重要 就是我花了很久时间才琢磨出来的 因为以前的我的形象在大家心目中就是很标准的 皮裤 豹纹 毛钉 然后很瘦那种 但其实我现在比以前也胖了 然后现在会喜欢的衣服或说会选择的衣服 也都不是以前的样子 然后是很舒适 很实穿 像我会很喜欢这样的卫衣 然后会喜欢这样的白衬衫 就是我觉得自己在变化 但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中我变得更真实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慢慢的你会穿回你自己真正想穿的衣服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衣柜里都有很多衣服 但是你常穿的就是那几件 其实那几件才是真正的你 所以其实我是花了这几年的时间才让我自己的穿着变成了真正的我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的现在的此刻的我 就是平常以前的生活中的我 那我现在很开心就是终于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拿出来了 然后并且用我真实的一面的这些想法或者我喜欢的这些元素做出来了一个系列 然后但是你看到这个系列你也看得出都是这样的卫衣 然后是很基本款的 像这样的一件也都是有一些破洞 然后但因为一开始它上面还做了好多那种铁链 那种金属的铁链 但我觉得太多了 对我来说一件衣服一件卫衣有这样的细节就足够了 就如果再多的话 我觉得又变成以前的我了 我不要回去 所以呢 就是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 或者说我跟5CM我们合作的过程 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包括我自己的这几年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以前呢我是从不会穿球鞋的 对但现在我会为了穿球鞋设计出一条裤子 对 我们其实同样的一个元素了 就是用了材料拼接 但去年上一次 你记得它是那种可以拆卸的牛仔的袖口 或可以拆卸的那种牛仔 总之是牛仔和其他元素的拼接 比如说牛仔配上被衣 牛仔配上针织衫 牛仔配上皮革 我们用了很多这样的 但今年我们也同样用了这种拼接 就比如说这件毛衣 但我们的皮革是出现在一些细节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觉得两系列共同的就是 都用了材料的拼接 但是方式不一样 就是我会更喜欢今年的 因为其实上一次的衣服我自己有穿 然后我在真正穿的过程中 我发现其实我根本不在乎它是不是可拆卸 就是我也它可能就放在那儿 但是我永远不会去卸它 就觉得往往我做这种也不是那么有意义 那我不如做一件就是你不用去费心 需要它卸或不卸 它就是放在这儿一件单品就够了 那可能这样的一件毛衣 女生穿的话OK 很瘦小的女生穿也OK 因为现在就流行不合身 那底下肯定穿一条 牛仔的铅笔裙 或者穿一条皮皮革的短裙 用这个皮革搭配那个皮皮裙的皮革 底下穿上白球鞋就会很好看 那男生穿的话 像穿我自己身上这条西裤 或者一条破洞牛仔裤 然后配球鞋都会很好看 就其实它也是那种不会特别合身 但有一点肥大让你觉得特别舒适的 而且毛茸茸的感觉 然后配上一条瘦一点的裤子 比如西裤啊牛仔裤啊都可以 但不要运动裤 因为它已经够肥大了 就不要再配同样运动细节的了 在这边上的温达 和声音速度比较好的 和声音速度比较好 那一段时间 所以 clique人 并不承识 我们下回到看 视频的我身上 障害 前属 就行 好 其实 因为